一个人只要敢于行动并决心提高自己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将告诉您白杨做上升的12月预测 该图是行星在运输过程中旋转的图表 显示当前的行星位置 新月是12月14日 PRADOSH近视时间为12月12日和12月27日 现在开始进行预测 这里写了一个数字 所以您是白杨做方星为爱 如果您的出生星座也有一个数字写在这里 那么此预测适合您 请不要在观看视频时犯任何错误 否则预测将不匹配 该预测基于印度时间和日期 因此您应该根据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日期和时间设置预测 火星 白杨座的天主 也将成为你的上升主 第八宫的主 你怎么知道火星在你的星座中是否不好 如果火星在您的出生途上不好 那么您将不会与您的兄弟在一起 辩论将继续 还将与您的朋友打架 您将无法做很多工作 你很快就会累 目前火星正在您的第十二宫过境 作为上升之主的火星 坐在第十二宫会增加您的花费 还怀疑您的健康状况不佳 对于那些想去国外的人来说 直到十二月二十三日 是个好时机 如果您想与该物业进行交易 则应等到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签署法律文件时 请务必谨慎 十二月二十四日 火星将进入自己的星座 对于那些火星出生不好的人 这意味着您的出生星座中的第四 第八或第十二宫有火星 那么您可以在十二月三日 观察三KASHTICHATURTHI 并在十二月十八日 观察Vinaya Kacheturfi 金星是你第二宫的主人 金星坐在你第七宫的天秤座 Vinaya Kacheturfi 在第七宫 夫妻之间的关系 以及与业务伙伴的关系将会很好 您还将在商务旅行中受益 十二月十一日 金星将进入您的第八宫 然后从您的第七个角度来看 您还将看到您的财富工 然后您还将在金钱方面受益 您还可以在配偶上花费更多 当金星进入第八宫时 您在开车时应该小心 拉虎拉虎坐在您的第二宫 所以在与家人交谈时要多加注意 你的讲话可能很苦 屋子里也可能有辩论 拉虎在第二宫的钱财表现不错 但是如果您进行业务交易 那时候要牢记 不要做出任何无法实现的承诺 不要试图与任何人作弊 否则对您来说可能是个大问题 如果拉虎的星座运势不好 也就是说在第四八或十二宫 那么您应该在每个新月背诵 Vishnusa Hastranen 在流水中 椰子的脱落也会减少Rahu的不良影响 这个月的新月是12月14日 水星是您第三宫的主人 与天蝎坐的太阳和凯图坐在一起 水星在第八宫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第三宫是交流的 是力量的 但由于水星在刻图 这里的所有事物都会有所减少 12月17日之后 水星将在第九宫的射手做移动 太阳是您第五宫的主人 正与课图一起坐在第八宫 课图使太阳黯然失色 Kidu在一起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学生将不得不更加努力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请在12月14日特别注意 12月15日 太阳将在您的第九宫移动 12月14日有日时 在印度看不见 月十将从晚上7点03分开始 如果您在这一天捐赠 对您有好处 如果你不能捐赠 太阳咒 Ong J-A-P-A-K-U-S-U-M-S-A-N-K-A-S-H-A-M-K-A-S-H-Y-A-P-A-Y-A-M-M-H-A-D-Y-U-T-I-M 一个人应该唱这个咒语 诵经咒可以摆脱您的所有问题 日时时念诵咒语 很快就证明了这一咒语 木星和土星坐在摩日坐 木星在摩日坐变得虚弱 但是与土星一起进入摩日坐会 消解木星的恶意影响 到4月5日 您将继续收到NICHBHANG RAGE 瑜伽的成果 木星以他的第七个视野 看待第四宫 那么他会在那里使你受益 木星还将处理您的财富宫和第六宫 然后您的工作就会取得进展 木星的位置对你有好处 那些期待得到这份工作 晋升的人也会从中受益 土星是您工作场所的主人 土星做着自己的十二生肖 所以对你有好处 您可以从老年人那里受益 这项工作也可能会取得进展 土星让您在第十宫更加努力 但也能带来收益 请记住 您必须在工作场所聪明的工作 不要坐在任何人的信任之下 也不要在任何人的信任下离开任何工作 否则问题将出在您身上 糟糕的一天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糟糕的日子 您或我现在每个月要走一两天 这使我们感到压力 不是麻烦 悲观主义者做到了 那是心灵和大脑的主人 进入消极位置的时候 当月亮进入第六 第八或十二宫时 它会伤害我们 那些故意过月的人 可以在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二十七日 观察PRADOSH 这是施活神的斋戒 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应格外小心 对您而言 这将是糟糕的日子 因此您在这一天不应做出任何错误的决定 如果您不陷入混乱 那就太好了 控制您的语音 不要说某人的灵魂受到伤害 您的费用可能会增加 健康问题也会出现 GAJ CASHRY YOG 现在了解GAJ CASHRY瑜伽 当木星和月亮在一起 或者木星和月亮面对面 或者在四个地方面对面时 就会形成GAJ CASHRY瑜伽 就像现在一样 木星在这里 当月亮来到这里 在摩日座 或者它将在白羊座 来到这里 或者它将在巨蟹座 来到这里 或者它将在天秤座 来到这里 然后由于木星和月亮 GAJ将形成CASHRY瑜伽 在GAJ CASHRY瑜伽中 木星和月亮结合在一起 木星表示金钱 月亮表示水 因此 在这一天中 资金流向良好 如果您从事某些业务 那么您可以向某人收取款项 这几天您就可以获得好处 这就是GAJ CASHRY瑜伽 GAJ CASHRY瑜伽 正在为这四天准备 12月4日 12月11日 12月17日和12月24日 这四天将对您有意 周二月读Henumann Chalisa 首先记住拉玛勋诀 然后读哈努曼 Chalisa Hanuman Chalisa 如果您这样做会很好 您也可以在12月23日之前 将粗糖喂给母牛 在12月14日的每个新月上 将一些黑芝麻放入水中 并将其提供给PEPL术 也会从中受益 这是白羊座12月的预测上升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信息 谢谢